094型核潜艇的规备真的意味着落后吗? 所谓的规备,其实就是战略核潜艇被捕隆起的现象,俗称规备结构。 形成规备的主要原因是,核潜艇与携带的前射洲际导弹不匹配。 随着洲际导弹的射程和威力不断提高,导弹的尺寸也随之变大。 但战略核潜艇由于停体直径的限制,难以容纳超长的弹道导弹, 也就是导弹太大太长,潜艇装不下,这才导致导弹发射桶超于停体的情况。 但超出的部分总不能一直录在外面吧? 所以就加了个整流罩,把它遮住,这才有了规备。 美俄的战略核潜艇也有这个规备,只不过它们的看起来不明显, 这是因为它们的核潜艇很大,停体直径也随之变大。 比如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停体直径是12.8米, 其搭载的三叉戟第五星导弹的长度是13.6米, 所以其导弹发射桶整流罩高度较低,没有出现高松的规备。 规备这个东西会影响战略核潜艇的水下航行性能, 毕竟阻力会增加,前航时流体力学噪音大, 远洋执行任务容易被敌人的反潜声纳侦测发现。 但你要是说有规备就是落后,那肯定是不正确的, 因为大家的战略核潜艇都有规备,只不过是规备大小的问题而已。 随着咱们核潜艇技术的不断发展, 我相信规备的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, 大概率会在096上,也就是094的下一代。 不过目前关于096的消息非常少, 实在建造中还是已经服役。 不得而知,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存在。 除了核潜艇,咱们的导弹技术也在提升, 现在巨浪三导弹的性能已经是非常先进了, 威力和射程对比巨浪二都有很大提升, 潜艇也不用潜出那么远就能够打击目标。 为什么最近咱们的军方很高调? 在今年的两会中, 中国军方在核心武器装备的高调表态让军迷们兴奋不已。 你有没有发现,这一次和以往有着很大不同, 以前对于航母、轰炸机、五代机等核心武器的消息一直都相当低调, 没有五代机,只是坚实改。 但这次不仅披露了中国第四艘航母, 新一代舰载机的研制进度, 甚至连战略轰炸机都快了, 而且一公布产量就能跟上。 为什么突然就变得高调了呢? 首先就是自信, 咱们这些年军事技术的发展局势共睹, 可以说仅用短短的二十年就走过了西方大半个世纪才走完的路。 中国是第二个拥有量产型五代机和第二款五代机的国家。 美国当初搞F22从立项到首飞用了二十来年的时间, 而咱们的歼二十才用了五年。 虽然不可思议, 但事实就是如此。 随着第三艘航母浮渐渐的下水, 中国拥有制造核动力航母的能力已经是世界公认了。 就算第四艘不是, 那第五艘一定是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完全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藏着掖着了。 我们有这个技术, 有这个实力, 有底气, 有自信, 稍微高调点也不是坏事。 其次, 是周边的局势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复杂。 你想想看, 为什么连菲律宾都赶上嘴脸? 说他背后没人知识, 我肯定是不相信的。 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么大的事, 结果西方那些所谓正义的环保人士集体压火, 所以核污水事件是在针对谁? 前几天, 印度又成功试射了一枚可搭载多弹头能力的烈火五弹道导弹, 所以意在针对谁? 我想这些大家应该都很清楚。 狼害怕火把, 只有挥舞手中的火把这些豺狼才会感到害怕, 唯有高调才能延缓可能到来的未知事件。